在上一个视频里,我给你介绍了扶梯问题的基本公式 人在扶梯上行走的台阶数等于行走的速度称所用时间 扶梯移动的台阶数等于扶梯速度称所用时间 在这个视频中,咱就要结合这俩公式与线软图 利用比例法来解决一些更为复杂的扶梯问题 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自动扶梯从下向上匀速运行 大毛二毛一块从扶梯下端出发向上走 一前一后到达上端 以至他俩分别走了80级和60级 且两人行走的速度比为2比1 要求两人所用的时间比是多少 根据这些条件,咱先画出线软图 这段表示可见部分 那大毛走的80级就是这段 扶梯带他前进的就是这段 两者相加,恰好等于可见部分 二毛走的60级则是这段 扶梯带他前进的则是这段 两者相加,也等于可见部分 由于大毛二毛走的路程不同 速度也不同 那要想求时间比就得用符合比 因为时间等于路程除以速度 所以时间比就等于路程比除以速度比 也就是4比3除以2比1 算算,得2比3 时间比咱搞定了 那根据时间比你还能求出啥呢 图中这两段扶梯的路程还未知 那咱就看看关于他们能求出啥 扶梯移动的路程等于 梯速成所用时间 在这俩过程中 虽然人不一样 但是扶梯是同一个 扶梯速度没变是不变量 所以扶梯的路程与所用时间就成正比 那扶梯的路程比就等于时间比 2比3了 看来咱把人的时间比求出来 居然得到了扶梯的路程比 那还有什么与人有关的条件 可以转为扶梯的呢 咱一起来看看图中人走的路程吧 大毛走了80级 二毛走了60级 两人差的20级就是这段 这不正好是扶梯的路程差吗 看来人的路程差 就等于扶梯的路程差 再结合扶梯的路程比2比3 那三份减两份所得的差 就是这20级台阶了 有了一份量20 扶梯积数就好球了 三份就是3乘20得60 两份就是2乘20得40 而且把40加80 还可以算出可见部分呢 就是120 看来只要你把人之间的比例关系 与核差关系 统统转化为扶梯之间的比例关系 与核差关系 你就能把所有东西都求出来 两人顺心的情况你会了 那如果两人一顺一腻 那又该咋办呢 比如还是大毛和二毛两人 大毛情况不变 二毛从上到下 他到达底端时走了150 如果以至他俩的速度比为2比5 那这回相关的结论又是啥呢 咱先画一下线转图 大毛的情况和刚才相通 而二毛逆行 他走的150就得这样画 比可见部分还长 而扶梯则把它往回拽了一段 两者相减 恰好等于可见部分 图中的位置量 还是这两次扶梯的路程 根据刚才的经验 想求扶梯的路程比 先得求两人的时间比 而时间比则要用符合比来算 即路程比除以速度比 也就是8比15除以2比5 算算得4比3 扶梯路程之间的比例关系咱有了 再看看它们之间还有啥关系吧 还是从人的路程出发 大毛二毛所走的路程差为70 在图中是这两段 那这两段的和就是70 其中这段是4份 这段是3份 所以总和就是4加3得7份 那一份量自然就是70除以7得10了 有了一份量 扶梯的路程立马就有 分别是40和30 而扶梯的可见部分 就是80加40得120 好了 以上就是比例法 在扶梯问题当中的应用 其中最关键的分析方法 就是把两个过程中 人与人之间的比例关系 化为扶梯之间的比例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核差关系 化为扶梯之间的核差关系 怎么样 你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了 就自个动手试试吧 就是为了